大家好,我的镜头好像,哎呦,大家午安。 今天又到了108俱乐部下学期第二场的时间。 那我们即将时间不是很多,而且等一下蔡老师准备了非常非常精彩的内容。 那我们是不是就把时间交给蔡正修老师? 蔡老师,蔡老师,有听到吗? 可以吗? 好,可以。 好,谢谢,谢谢。 所以我现在要分享我的演绩。 是。 好,大家可以看我的演绩吗? 可以。 好,谢谢。 所以我们就直接开始讲。 好,所以其实今天谢谢邀请我来跟大家聊聊一些台湾的古生物的研究工作。 所以其实主要其实就是从大家从左边这张Google Earth图,大家就可以看到其实大家一直很长起来都觉得台湾跟其他的陆地比起来,台湾确实陆地的面积是不大。 所以一直以来大家会一直觉得马上在台湾没有办法找到一些大型的有趣的一些古生物的一些化石可以做研究。 那大家对猪肉机公园,对冰河烈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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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很多人其實都沒有很熟悉 那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讀過 達爾文的物種群人這本書 所以我剛好有開一門課 所以其實主要就是帶大家去討論 去講物種群人這一本書 從1859年出版這本書 那我們今天當然沒有講這些的內容 可是因為達爾文在整個小列群好 其實他在整個環遊世界的過程中 其實有發現一些蠻多蠻有趣的畫質標本 那大家可以看到左下角這一張的照片 因為最右下角是可能被擋到對不對 大家看不看得到最右下角的圖 那所以大家有人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最右邊的這張標本的照片是什麼 是什麼的物種嗎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嗎 哈囉哈囉 大家在嗎 相牙 相牙嗎 謝謝相牙 還有什麼其他的答案嗎 好 那我們就直接說我們時間沒有很多 好 所以這是一隻馬 一隻馬的牙齒 就一個馬的牙齒這樣 那他在整個在小列群好的時候 他其實這個標本是在阿根廷所發現的 那其實達爾文看到這期就非常非常興奮 雖然只有一個的標本 一件的標本 那所以他是在阿根廷所發現的 那這時候那個時候其實對達爾文就非常的震撼 那他也在20世紀之後被譽為是在整個 達爾文的小獵犬號的旅途 在旅途之中發現非常單一的重要的 可是事實上在古生物學的研究工作 他其實只要一個蠻關鍵的畫質標本 他只要我們知道這畫質標本 背後代表什麼的意義 其實他背後其實就跟我們講非常多有趣的東西 所以舉例來說 所以達爾文這件的標本 他在阿根廷所發現的 他其實非常重要就是因為大家可能也知道 整個南美洲其實現在是沒有原生的 馬的物種 他們是在大航海時代才被引進這些現生的馬 那所以他一直以來他其實就是沒有野生的馬 那達爾文他那時候其實也已經知道 在整個南美洲是沒有原生的馬 那他發現了這個竟然在沒有原生的馬的整個南美洲的大陸 竟然可以發現馬的畫質 這個對他來講是非常的震撼 所以其實大家會一講達爾文 大家都會想到加拉巴哥群島的這些分圈們 可是事實上從畫質角度 甚至只要一個牙齒的畫質標本 就可以跟我們講非常大實度的一些演變的狀況 所以其實就是想要讓大家知道 其實做古生物學研究的面向 非常非常多 他很多時候甚至只要像達爾文這個的例子一樣 只要一件標本 其實就可以跟我們講非常多有趣的東西 那所以這只是其實就是希望讓大家知道 建立起做古生物學的研究 他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多 那所以我們再回來想要跟大家講的 以台灣的角度來講 那另外那其實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就是在我們在做古生物學的研究工作的時候 大家第一個想到就是我們就是想要研究恐龍 我們想要知道做恐龍是什麼一本詩歌 當我們一直在講恐龍講恐龍的時候 絕大多數人其實還是講不出恐龍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我們要怎麼去定義恐龍 那所以我們在這裡其實像我在學校上課的時候 主要用的這一本在左下角 大家可以看到的Dinosaur Periology這本教科書裡面 其實就算是2012年出版的教科書 可是大家可以很清楚在這一本書裡面最開始的時候 他就給了大家所謂的科學上的定義 就是在恐龍的科學定義道是什麼 他其實就是跟大家講說 恐龍基本就是滅絕的三角龍 你可以看到在右三角 Traceotops跟現身的Pacer 也就是所謂麻雀 所以他們就其實是拿滅絕三角龍 跟現身的麻雀的最近的共同祖先 跟所有的後代其實這些都是恐龍 所以大家就可以意識到 我們其實在定義恐龍的時候 其實是會拿麻雀來定義恐龍的 所以其實就很清楚一直跟大家講說 為什麼所有的鳥類都是恐龍 所以它不是沒有根據 那甚至在2012年的這本教科書裡面這樣寫 可是大家可以想像 其實全世界其實不斷的每年 去挖出了非常多的恐龍的新的化石 那舉例來說在右下角這一邊 其實在2017年有一篇新的研究成果 大家可以看到它發表在Unnature 然後它的標題其實就很清楚 Unnew Hypothesis of Dinosaur 就想要去提整個恐龍的一些 的親密關係是怎麼樣的一回事 那他們即使在重新想要去談恐龍的親密關係 談他們演化的狀況 大家可以看到在右下角這張表格 他們重新想要去推翻我們認定的恐龍 我們不應該是用屁股用鳥豚 吸豚來去分的時候 他們把它給分開之後 他們其實主要要去更改恐龍的定義的時候 當然你可以看到在我用黃色筆 給標籤起來你可以看到它 其中定義恐龍的物種 人是保有Pacer domesticus 所以人是有麻雀這個物種 所以大家就可以意識到 不管最近的研究想要怎麼去推翻一些恐龍相關的 裡面的親密關係 鳥類就是貨真價實的恐龍 所以一直跟大家講 他們其實就是恐龍定義 其實非常重要的角色之一 所以他們不是跟恐龍很親近而已 他們其實就是恐龍 就好像我們不會講 我們人類是跟靈展類很接近 我們會說我們人類就是靈展類 所以從這樣的概念來講 所以一直跟大家講 所以我們在台灣當然也可以找到恐龍的化石 當然主要其實就是找鳥類恐龍的化石 那可是這一部分 因為大家其實對這些都不熟悉 所以其實真的是長期以來 台灣一件鳥的化石標本被發表都沒有 就是連一件都沒有 可是你要知道 全台灣的鳥類其實是非常非常多 因為全台灣有紀錄的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台灣鳥類字類相關的 你可以知道其實全台灣鳥類有紀錄的鳥類高達超過600多種 然後甚至在台灣 特有的物種 就讓大家很熟悉 在我們的千元大超上的地質就是台灣的特有物種 所以這其實就是跟大家講 我們其實是有特有的恐龍 當然是以鳥類的方式跟大家講 那可是概念就是我們其實應該是要可以找到很多這些相關的化石 不然他們因為他們不會突然間來到台灣就是特有種 那以台灣有超過30幾種的鳥類特有種的概念來講 我們當然就是一定要可以找到很多這些的鳥類化石 那甚至以左邊在左下角的表格 大家可以看到以現在來講 你可以看到全世界大概 這是比較舊的估計 他們那時候估計只有8000多種 可是我們現在可以很清楚知道大概有1萬種多 可是看他們之前的估計 你可以看到 Reason下面那個在Crisis 你在更新式這個時間點也可以 可以估計說全世界那時候的鳥類甚至可以多1倍 所以這概念就是在台灣現在有600多種鳥類會有出沒 有37種的特有種 這代表我們在更新式的這個時間點也要可以找到幾乎是可以翻倍的鳥類物種 然後也可以幫我們解釋 到底現在的鳥類是怎麼這樣的演化到我們現在看到的多樣性 那所以這個其實就是我們回來台灣之後一直想要去做的一部分 所以其實我們也很順利的也很開心 希望在2021年第一次正式發表台灣第一次的確切的鳥類化石 紀錄那其實不止這些 因為其實在我實驗是裡面現在還有更多相關的鳥類化石 我們在做一些相關的研究工作 所以就希望讓大家知道我們在這邊其實是可以找到非常多的這些鳥類恐龍 這些相關的化石表讓我們去知道 就像跟剛剛講 endemism 基本上就是所謂的特有種化的部分 那我們如果沒有去找這些化石物種 其實不知道我們在台灣所看到這些所有的特有物種 都會怎麼演化過來 所以我們其實就是需要找到這些化石表 不知道辦法去回答這些的問題 那除了這些之外 除了鳥類之外 鳥類跟恐龍的這一部分之外 在古生物學研究裡面 當然大家最另外想看到就是 大家看座基公園 另外就是知道冰河利險記 所以大家一直以來其實也會覺得 在聽到跟古生物相關的部分 大家就會想到劍齒湖 那基本上一直以來大家也不會去想像在台灣其實應該會有劍齒湖 你如果看劍齒湖這一類的它在全球的分布 你可以看到 往這張世界地圖的最東邊 你可以看到從非洲有到英國有 到這些西歐地帶都有 然後甚至到美國阿拉斯加加拿大 在德州甚至到南美洲 都有這些劍齒湖的出沒 那大家想像它從歐亞大陸最西邊 到北美洲到南美洲都有 他們怎麼可能沒有走到東亞這一塊呢 可是事實上就是因為一直沒有人去找這些相關的研究工作 所以我們也是很順利很開心 在去年正式發表 在台灣其實是有劍齒湖的出沒 所以其實就是讓大家可以完全改觀 在台灣可以做的這些古生物學的研究工作 其實非常有潛力的 那我們一發表之後 立刻也有國外的這些繪圖師 立刻繪製了 在台灣其實也有劍齒湖的想像圖 所以其實就是跟大家講 我們其實做這些其實不是只有在台灣 我們其實當發表到國際線的時候 其實很自然而然也可以吸引到國際線 讓更多人知道我們其實在台灣也是可以做這些相關研究工作 那除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有海域的有陸域的 那其實也跟大家想知道有海域的部分 那所以大家如果看這張在右邊的這張有世界地圖的這一部分 大家也看到最主要的版面其實是一種陸基金 那陸基金它的全球的分布一直以來都非常的有趣 因為它只有生存在北半球跟南半球比較高尾度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這張世界地圖有用紫色的 這應該是橘色的 墨綠色的這三個顏色在南北半球的分布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們都在高尾度的地區所分布 那這其實就很有趣 因為在你在低尾度的海域 你其實找不到這種可以長達18公尺大型的陸基金 所以當我們看到全世界的海域分布的狀況 你就可以想像他們一定是要走某一個海域 因為他們要做這種長途的遷移 基本上都是沿著海岸線走 所以基本上會有四條路可以走 就是太平洋的東西兩岸跟大西洋的東西兩岸 可是一直還沒有確切的化石證據可以去說 他們到底是走哪一條路 達到這種南北半球的分布 那我們在台灣第一次找到這種低尾度的陸基金的化石機 就可以很清楚的跟大家講 他走的這個跨越南北半球 達到這種南北半球的高尾度的分布 其實透過了台灣所在的太平洋西岸的這個偉大的反道 來達到這種南北半球的分布 所以我其實非常的興奮 那所以概念就是我們剛剛很快的跟大家講 不然是有天空的有陸地的有海域的 所以像陸海空基本上我們都可以找到一些非常有趣的化石紀錄 所以就一直跟大家講 我們在台灣 可是我們剛剛講的這三個大類群 其實主要都是在更新式這個時間點所找到 所以其實就是一直跟大家講 雖然大家一直都覺得做古生物研究 就是要想到柱爾基公園 可是我們在台灣所找到很多的化石紀錄 其實都在更新式 所以也一直跟大家講 我們當然也會有機會可以去發展出所謂的更新式公園的一個概念 這樣 好 那所以大家另外其實接下來就會想要問的問題是 在台灣到底要在哪裡可以找到這些化石紀錄 大家如果看這一篇在右邊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這是我其實十年前所發表的一篇的研究文山充 你可以看到從北到南其實都有這些大型化石的分布 那大家可能很多 因為我想蠻多人都是 因為大家主要會來聽的這個演講 其實就應該都是地科系的地科的老師 所以大家可以馬上就注意到 其實主要都分布在西半部 因為其實我想大家都很熟悉 因為西半部主要就是所謂的恐極岩 所以其實在台灣的成績岩一帶其實是可以發現非常多有趣的大型的化石 可以跟我們講這些有趣的遠古的部分 那大家如果再看左邊這張Google Earth的圖的話 其實也一直想跟大家講 大家常常忘記我們其實是位於太平洋的這一部分 所以當然以海域來講 我們當然會有機會找到很多這種在太平洋的大型的海洋生物 那以陸地上來講我想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 因為台灣海峽其實平均深度只有六七十公尺 所以當然在整個冰河時期的時候 整個海平面下降的時候 我們其實當然就會變成跟歐亞大陸這一塊 那因為其實這種大型的生物 他們要在短時間在幾年內要沉跨整個歐亞大陸 對他們來講其實是輕而易舉的 所以其實我們在這邊當然可以去做一個蠻大尺度的 不管是在海域的在陸域的 甚至是沒有被這些所限制的會飛行的鳥類 當然就是有機會都可以找到這些蠻有趣的化石紀錄 那所以概念就是我們在做這些的東西 就要舉例來說大家可以 剛剛我們有講到有鑑齒物 可是大家沒有人會想像有這些有鑑齒物的東西 大家對台灣的現身的生物 而且你可以看到在下面這張的照片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在台灣的現身生物中央性的名錄 可是你不會知道以前發生的 可是基本上我們如果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台灣10萬年前 台灣100萬年前的生物中央性的組成是怎麼 一會是它 到現在我們還基本上沒有人可以講得出來 所以這是我們在做研究的一部分 可是大家也很知道在全世界的生命史到現在有經歷過 5次主要的大滅絕 可是事實上在除了這5次的大滅絕之外 它其實有非常多的minor extinction 也就是所謂的比較小程度的滅絕的問題 可是事實上這些雖然說小 可是事實上它的程度也是還蠻大的 所以我們從古生物學的角度來 我們如果沒有去看古生物學的話 沒有人會跟你說台灣其實有曾經發生過生物滅絕 而且蠻嚴重的事件 那我們從古生物學來看 我們其實可以很清楚 有看到這些蠻大尺度的大滅絕的問題 那其實這個其實就是想要回來跟大家一直講 因為大家一直說 我們現在正面臨所謂的第6次的大滅絕的問題 那我們如果不知道台灣其實曾經發生過蠻大尺度的大滅絕 雖然沒有到所謂的大滅絕 可是在以台灣來講其實蠻嚴重的滅絕事件的話 我們其實不知道該如何去對應到我們接下來 在台灣正在面臨的第6次的大滅絕 因為我們在台灣的生態環境 島嶼的狀況 其實當然沒有辦法去拿美國的研究來對應到說 我們該如何去做一些保育的政策 我們其實當然沒有辦法去用中國台灣那邊 因為其實整個物種的組成 整個生態環境當然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其實就更需要知道當地的這些的狀況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所以概念 這就是大家一直覺得我們在做這些死很久的生活 一直來做extinction的問題 可是事實上你換個表度來想 其實我們其實就來做所謂的保育股生物學的概念 因為其實這概念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生物狀況 並不是他們一直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有一部分的物種就是被滅絕 然後有一部分的物種就是他們 他們存活過了到現在 就存活過這個滅絕的世界走到了現在 所以這問題就變成為什麼是他們這一群走向滅絕 為什麼是這一群可以存活到現在 所以換個角度來去想的時候 我們如果知道為什麼是這一群會滅絕 為什麼是這一群的生物會可以存活下來 我們就可以更有這樣大尺度的角度去看 我們該如何去對應到現在正面臨的第六次的大滅絕 因為可以想像每一個人都想要當存活者 所以當我們不知道這些被滅絕的狀況是怎麼回事的時候 我們當然就不知道這些存活下來的生物 他們是到底具備了怎樣一些生態的角色 生理的特徵可以讓他們去存活下來 所以概念就是我們從這樣的一個生態的 不管是從古生物的角度就可以去看 有很多其實大尺度的部分 舉例來說我們最近所發表一篇的研究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這個其實是一個蠻經典的一個例子 因為我們是找到一種所謂的金龜的化石 在台灣找到的金龜的化石 可是在台灣金龜長期以來 就是被認為金龜很有可能是一種外來種 那你可以想像當它如果被歸類為外來種的話 大家在它的保育政策上當然就會更低一點 可是這問題就是當你可以想像 我們如果可以找到金龜的化石 那其實就可以很清楚它不應該被歸為外來種 那我們其實也是有確切找到它的化石技術學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就把它給發表 所以我們在標題上也可以很清楚說 它其實有非常重要的 conservation 所以我覺得保育股生物學的概念 提供我們從化石研究的角度來跟我們講 我們該如何去制定保育的政策 好因為時間沒有很多 所以我們這邊就跳過一點點東西 最後就想要跟大家講 我們做這些研究工作 不同的角度來去看這東西 我們當然也結合很多 不管是3D的科技 斷層掃描 可是我們當然也是要不斷的到野外去 找這些更多的化石 來跟我們講 在台灣到底有什麼蠻有趣的東西 那最後就想要跟大家講 所以我們也其實我也非常的開心 我們第一次整合到以台灣的這些古生物 整合進一個全球的島嶼生物 大滅絕的一個問題 然後去談到這所謂extinction on islands 所以其實這就一直跟大家講 因為大家一直沒有想像過 在台灣其實有非常大尺度的滅絕的問題 那這也是我們第一次用 整合進台灣的資料去跟大家講 在台灣其實有非常這些大程度的滅絕的狀況 那我們當然就需要做更多相關的研究工作 我們才有辦法去談這些背後所代表的意義 然後我們可以更長遠的去面對 接下來我們該怎麼去做這些保育工作 然後好 所以基本上就謝謝大家 所以我們就是其實有非常多有趣的東西可以做 那我們當然很希望接下來 就可以去發展出更多的這些更新式公園的 相關的化石物種 然後跟大家講我們來如何去面對這所謂的第六次的大面學部分 好 謝謝 時間應該差不多 可以可以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那我知道老師的內容非常的豐富 那只是很不好意思 我們的設定時間是設定短講 不會不會不會 所以時間就這麼少 那你們想說先把時間留給線上的老師 那線上老師有沒有想要再更聽 剛剛哪裡聽不清楚 想要知道更多的 那可以打字留言也可以直接開麥克風發問 那老師可能還在想我先問一下好了 沒問題 我一直好想要知道 我是地科老師 那老師你覺得 老師你本來主要是修生物還是 應該是生物類的 對對對 我想知道生物老師看古生物跟地科老師 您覺得生物老師看古生物 跟地科老師看古生物 會有什麼不一樣的一同嗎 對對 所以其實就是大家可以想像 在全世界古生物學 其實有一些就是在跟 生命科學或生物系 為主的科系裡面 可是有當然有些古生物學家 他們是在地質系 地科系相關的系所裡面 所以其實我們在看的東西 其實就會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對我來講 我們其實就想要知道整個生命的 一個引化的狀況 整個生物多安性的一個引化狀況 舉例來說在地科系來講 大家對於生物多安性的概念 就比較沒有那麼強烈 那在生科系 生物相關的一些系所裡面 大家對現生的生物多安性的那種感覺 是比較蠻就很強烈的 可是因為大家一直看到的 都是現生的生物多安性 那從古生物學的角度來講 我們當然就想要跟大家講 它是如何演變成 現在所看到的生物多安性 我們可以很清楚知道 我們現在看到的生物多安性 並不是一直都不變的 那所以我們當然就需要去做這些 古生物學的研究 才有辦法知道 他們是如何一路走來 我們現在看到的生物多安性 謝謝老師 不會不會謝謝 線上有兩個問題 這邊我幫忙問一下 那我先把兩個問題同時問 那老師看要怎麼樣 好的 從後順序老師決定一下 好的 楊三千老師問 請問如果想要參與協助化石 發掘跟清修有管道嗎 另外一個是 來我這邊嗎 是是是 老師我一起念完 還是你要一個回答 但是我先回答這個 所以如果要來我這邊 當然就是看是想要 因為不是很確定 是想要繼續來念研究所 還是想要來當志工 所以當然就是看 對我來講當然都非常的歡迎 就是這樣有回答問題嗎 所以是不是當志工 OK那是不是就是 老師手上 老師們手上有學生的時候 就嫌沒有問問老師 答答老師一下 看老師現在缺不缺志工 這樣是嗎 對我來講 我當然其實都 如果有志工 或是想要來繼續念研究所的話 我們當然就是非常的歡迎 就是 好謝謝 那菅巧琳老師的問題是 想知道電磁虎在全球環境的重要性 為什麼要找電磁虎呢 是是是 所以問題舉例他來說 為什麼我們需要知道暴龍呢 概念就是 全世界不斷在風暴龍一樣 那為什麼我們需要知道暴龍呢 因為我們對這種大型的石肉類 他們在整個的生態系的狀況 其實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其實他會整個 他會帶動整個生態系的結構 所以就像跟剛剛一開始所問的問題 所以這些其實就是在 以生物學背景的研究人員 想要去回答的問題 因為其實我們看的是整個生態系的問題 和這些在地質地科系所 其實大家就比較不會去看到 整個這些生態系結構的問題 所以你可以想像 我們其實大家都可以說出來 在整個生態系的架構裡面 一定會有草食性的 或肉食性的 那草食性跟肉食性他們的互動的關係 當然就會影響到整個生態系結構的穩不穩定 他們接下來會演變成什麼樣的狀況 所以這些其實是我們想要去回答的問題 所以是不是大概是食物鏈的上層 它的下層中層就有不同的生態系統 用這樣的方式來區別 是的 所以舉例要來說 所以你如果光講到有建築 大家會不會第一個就想到 台灣你可以舉得出來 現在在台灣有什麼大型的劣勢者嗎 沒有 一個都沒有 對不對 一個都沒有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很有趣的問題 為什麼在以前的台灣會有大型的有建築物 現在一個都沒有 可是大家如果看我這張最後的這張圖 我其實還沒有講到 在台灣其實有大型的鱷魚 那所以其實就算不只有建築物 台灣有大型的鱷魚 然後這鱷魚有多大呢 就是我剛剛沒有特別跟大家講 其實時間有點短 所以其實鱷魚我們現在 我們最近才剛投稿到國際期刊 希望今年可以順利把它給發表出來 那我們 呃 估計在台灣所找到的這個鱷魚啊 它其實非常非常大 因為大家可能如果對 生物比較熟一點點的話 大家知道全世界現在最大的鱷魚 全世界現在現身最大的鱷魚只有6公尺多 可是我們在台灣所找到的這個鱷魚的話 可以有7公尺左右 所以這代表這種在台灣所找到的 是比全世界現在最大的鱷魚還要更大 那當然不意外他們一定是 基本上是肉食性的 那他們所在台灣所佔有的生態區位 又是怎麼一回事 跟現在不一樣的生態系的結構 那將跟最後提到我們發表在Science的研究文章 他們很多都滅絕了 那為什麼 那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生物狀況性 又是如何一路所形成 這就是我們持續想要去回答的問題 那就然我們在Science所發表的 這樣島嶼生物大滅絕的問題 在台灣大家一直都沒有想過這問題 因為大家沒有人認為台灣有發生過滅絕的問題 因為大家一直不看古生物 所以就從生物學的角度來去談 其實你可以發現有很多的面向可以去談這樣 謝謝 那我再提一下劉伯君老師的提問 他說本身是生命科系 也有俯修地質的學生 想要進修更多古生物方面的相關知識的學業 但學校本身沒有資源 那如果想要學更多會建議怎麼辦 所以當然都很建議來我這邊 就是我不是很在意大家是哪裡的學生 所以我實驗室當然也有 本來就不是我們系上的學生 從別的學校來的學生也都有 所以當然如果願意真的 因為其實這現實就是一直跟大家 在台灣我們做這些其實相關的 資源跟人其實都非常少 然後其實絕大多數的學生來找我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會問我就是 老師之後的工作可以做些什麼 然後大家一聽完就會 就其實絕大多數人就不會想要繼續做 那所以如果真的有想要做 那當然之後如果 當然可以先來我這邊做一些 相關的研究工作 或者先來試試看 那如果真的之後還有心 當然也都很歡迎來這邊念研究所 或是如果經濟上面有問題 當然也歡迎來做志工 謝謝 謝謝 不好意思我剛剛跳過了 三千老師的第二個問題 三千老師的第二個問題 是人口稠密的西部地區 哪裡適合挖掘的地點 這應該是指挖化石 是是是好 所以舉例來說 大家還可以看到我的投影片嗎 還可以看到我的投影片嗎 可以的 老師你要不要把右下角的對話框 拉到旁邊來 對話框 OK OK 謝謝謝謝 所以大家如果看 在右三角這一區塊 其實這就是我跟核川局合作的部分 其實大家一直覺得人口很多 然後好像很多地方都已經被知道 可是事實上 你如果走到野外去 你到台灣的山上去 到各個地方去 你會發現很多都還沒有被去過 你很多地方都還沒有去過 那舉例來說 在台灣從北到南的各一條河流跟溪流 這邊其實都會有機會找到化石 然後都會找到不一樣年代的化石 所以會找到的東西都不一樣 那所以 概念就是 以開發來講 不管是在都市裡面 或在野外做這些相關的工程的進行 那其實你可以想像 只要是有挖到原始地層的話 基本上都會有機會找到化石 只是大家不熟悉 大家不知道 所以很多當然就是工程繼續挖 繼續做 當然就都不見 因為這其實在國外地區 因為在國外已經做這些 已經做了一兩百年 所以他們其實很多 只要他們在進行 所以你會知道很多主要的大發現 其實就是工程在進行時候所發現 因為你可以知道 他們就是有大怪手可以挖 那有這種大怪手挖 才有辦法去挖到大的東西 那我自己當然不可能有這麼多的經費 可以去聘得起大怪手來幫我去挖 那所以我現在的做法就是跟核川局 那他們就是只要有在開挖的時候 就會讓我知道 我就可以到野外去看他們在挖的狀況 就可以有機會找到這些 他們直接挖到的化石 所以其實不是都沒有 是台灣其實還是有非常多 大家不知道的地方 這樣有回答問題嗎 好 那如果老師們覺得還不是很完整 可以直接在留言或直接開麥克風 那我繼續來念 如果有老師自己想發問 是可以開麥克風的喔 或者直接先按舉手 那我就繼續幫忙 顏才偉老師念問題 想詢問老師關於鳥類和恐龍 是如何確認他們本身 他們是有關聯的 想要做基因檢測來確認 還是鳥類本身骨骼相關性來判斷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的骨骼嗎 無法 我們現在是看投影片 看投影片所以我要把 畫面是投影片 所以現在可以看到我手上的標本嗎 老師你的畫面可能要關掉 我要關掉 所以現在可以嗎 現在可以嗎 現在可以看到嗎 老師你的鏡頭沒有開 所以沒有 我的鏡頭沒有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現在可以嗎 可以嗎 現在可以嗎 好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這邊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的標本嗎 好 這是一隻台灣的特有種的鳥類物種 然後 所以主要的 主要它是 為什麼它是恐龍 所以我們當然就是這樣 剛剛有人會問 可不可以用 就是用基因 用基因還是用分子的狀況 可是你要知道 中生代的這些恐龍們 當然都基本上沒有基因 所以我們都是看 骨頭來去做判斷 那其實為什麼鳥類 它會是恐龍 其實就是因為他們其實有 非常主要的恐龍的特徵 就讓大家吃很多雞 大家吃很多鴨 可是我相信 絕大多數的人都沒有看過 完整的雞的標本 等一下我 這是比較小的 我拿一隻雞的標本來給大家看 所以大家如果看 大家吃了這麼多雞肉 大家如果沒有看過 雞的骨骼標本 我會覺得蠻難過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手上這隻雞的骨骼標本 大家可以看 可以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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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主要的特徵 當你要吃全雞的話 你要吃全雞 你把他的大腿骨拔下來的時候 你會在骨盆上看到一個洞 在骨盆上 所以你如果從這個角度看的話 你會看到 從這個角度看 你會看到 他的大腿骨直接穿過了骨盆 所以你可以從這裡面 直接這裡面看到大腿骨 所以概念就是 他的骨盆是有開洞的 當他骨盆是有開洞 這其實就是恐龍的特徵 因為你仔細在這個特徵 在這個形態上 你其實舉例來說 你如果 你其實是看不到你的 大家看到我人類 我的人嗎 你看到我人的骨頭嗎 所以你如果 對 對對對 所以舉例來說 剛才講的 在你的大腿骨有這個洞 其實你是在其他的人類 或是其他的爬蟲類 非恐龍的爬蟲類 都看不到的 所以那個其實就是 非常重要的恐龍的特徵 所以這是為什麼 我們可以判斷說 為什麼不是只有在親雲關係的 定義上 我們是可以直接從骨骼的特徵來去做 判斷說 他其實就是恐龍 所以這一直跟大家講 因為我主要在上課的其中一部分 就是用這一本教科書 他從 他在一開始就跟大家說 當然除了講那些用三角龍 用 阿麻雀來去做 做定義的時候 其實不是只有這樣的定義 它是有 確切的骨骼特徵 大家有回答問題嗎 然後我剛剛是不是有看到有人問說 是不是為什麼用 為什麼用 為什麼用 不用其他的物種對不對 那所以 代念其實就是 在挑這些 當然 絕對來說 你也可以用台灣帝制 跟滅絕的三角龍 可是你講帝制 沒人知道 所以大家就會挑這些 是挑大家很熟悉的物種 來去掩蓋師所有的恐龍 這樣有回答問題嗎 所以 代念就是 你也可以用帝制跟三角龍 沒有問題 只是 你講給其他人聽 沒有人知道你來講什麼 可是代念是一樣的 是可以的 呃 謝謝老師 想要詢問老師剛剛那本書的名字 這本書嗎 對 沒錯 就是 Dinosaur Periobillage 然後 這一本書 我有請我們 學校的 圖書館 有買全文的電子檔 所以 如果有 如果有興趣 如果 來台大你就可以 下載整本的電子書 好 謝謝老師 好 那這邊還有兩個問 呃 我想劉伯君老師 還是同學的問題 我覺得你可以直接寫信給 Email老師 對 所以 如果有任何其他相關的問題 當然都 都很 都很歡迎直接寫信來給我 就是 你在我們生科系的 你只要打我的名字 打生科系 應該就可以找我生科系的 呃 的頁面 然後就是可以寫信給我 都沒問題 好 那呃 我就在幫忙念畫面上的問題 是是是 呃 OTA老師 很不好意思我不會念 第一張PPT 現身恐龍的定義 為什麼是用麻雀 而不是用其他的鳥類做說明 對對 這剛剛應該有 剛剛有講就是你可以挑其他的鳥都沒有問題 只是他們在做定義的時候就拿大家很熟知的物種來去做定義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老師剛剛說恐龍的特徵 大腿骨上的洞是否有專有名稱 哦 有有有有有有 所以其實舉例來說 專有 專有名稱 我們其實沒有 特別給它一個專有名稱 可是我們就會說它是 Open Assetbulum 基本上就是 有空洞的骨盆 就是你如果 呃 有這樣子 講 所以舉例 啊來說我都跟大家講 因為你在 中文其實找不到什麼樣相關的 呃 的資料 所以基本上都很建議大家用 英文來去找 那你用 英文去找的話 你就可以找到 舉例來說 我直接放給大家看 你就可以找到這個 Open Assetbulum 可以看到嗎 嗯 可以 所以就是一個 一個蓬洞 然後這是恐龍非常重要的特徵 好 所以如果不清楚 我當然可以再寫信來問我 再寄給你這樣 我可以把 我可以把這個 chapter的電子欄也寄給你 也沒有問題 下一個問題 大腿骨上的洞有什麼功能呢 哦 這個其實就是非常好的 呃 非常非常缺問題 所以呃 你要知道 在恐龍演化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腳嗎 好 所以你要知道 絕大多數 阿童類學來說 鱷魚他們都是往外 就是腳往外的 那你要知道 恐龍其實他們很主要一個 演化的狀況 他們就是 腿往內縮 往內縮 所以他們就變成可以這樣 用走的 所以我們現在所知道的 當然這一部分的研究還沒有很清楚 我們其實還需要找更多更早期的 孔的化石 可是就我們現在所知 他其實是因應的 他腳往內縮 然後所以 大腿骨等於 算是往更裡面去走到 跟骨盆 結合的狀況 所以讓他們可以開始更長距離的 行走跟奔跑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演化的狀況 這樣有回答你的問題嗎 好 如果還有其他問題再接著問 請問線上還有老師想要再提問嗎 我覺得老師的課程好精彩喔 應該給老師上個小時 謝謝 不會不會 如果能夠現場聽一定更興奮 對對 其實現場講其實可能會比較清楚 就像剛剛講跟恐龍的一些關係 要現場用會大家可能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但老師在實驗室隨時標本就可以抓來更棒 對對對 所以其實就是有標本在手上 大家直接看其實才會很清楚就是了 那我們今天是大概是第一場這樣子的試試看 古生物跟地球科學跟地質學上的碰撞 那我們現在時間是1點50分 如果老師們還想要繼續發問 蔡老師有空齁 我3點要開會 不過睡還可以 不要講那麼久啦 對對對 那如果老師還有問題的話 我們可以 我們這個場子可以繼續再開放一點時間 那如果老師有自己 線上老師自己有事可以隨時 可以先離開 那請問還有老師有問題想問嗎 機會難得喔 不然以後就要聽其他場演講喔 現在有一個老師有一個問題 張老師問說 是否可以寫計畫邀請老師 在暑假擔任古生物營隊講師 拜託老師一定要開放 就是只要有提早約好時間 我時間可以 那當然就是可能要 可能要就是 對啊 有提早講的地方都可以 不過 我寒暑蠻常出國做其他的研究工作 所以其實像 不過只要有提早約 然後時間可以 當然都沒有問題就是 嗯 就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盡量寫信 那老師能夠的話 會盡量配合 可以這樣幫老師回答嗎 對對對 當然就是只要更提早約 這方面就是 提早約 時間都沒有問題 我們當然就是 這方面我都很樂意去跟大家 聊聊啦 就是講一下古生物蠻有趣的部分 是 謝謝 謝謝 那還有任何學術上的 或者是演講邀約或者是 或者是邀請演講這些 诗人的問題 我們就私底下跟老師討論好了 像是 像是邀老師當講師 像學院士當志工 這種是 對 如果大家想要來 就是來實驗室 做一些相關的 研究工作 當志工 當然都是非常的歡迎 因為我實驗室也沒有人 就是人也非常少 我經費也非常少 所以大家很願意來幫忙的話 我們當然都很開心 我覺得老師實驗室最近會爆滿 還好 還好 謝謝 那關於今天演講的這個方向 請問還沒有老師們 還有什麼問題想要請教蔡老師的 那我們是不是如果方便的老師們 可以開個鏡頭 開個麥克風 那我們最後一起謝謝老師 方便的話就開個鏡頭揮揮手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 那我們今天的演講到這邊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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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蔡老師 謝謝謝謝 拜拜